我們現在來到八樓的單位 這座是同一座 都是H座 就是我們上次看四房大單位 不過我們是一個高一點的樓層 就是八樓的 然後是一個向東北的corner unit 這個單位是兩房加一個釘 1200呎不到的單位 這次這個單位是放租 不是放賣 我們現在放租是四千七百元一個月 它的室內面積是比較大的 其實它的職位都是很直 那邊門口進來有釘 有一個比較大的釘 可以做儲物空間或者是書房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U-shape的廚房 這邊可以在這張台那裡凸出來的Illand吃飯 也可以中間再放餐桌位 然後前面客廳 大家看到它廚房 上次的影片已經看過了裡面的內籠 我們只會選擇一些特色的 這邊全部有Lighting 淺色 雲石 那個叫做Quartz的台面 這個特色就是有塊正方形的平台 方便大家吃飯 省一張餐桌的高度 這邊全部是凌空的 可以放一些巴椅吃東西 另外 之前這單位沒有的 就是這個整個可以拉出來的Pantry 很方便大家放一些油鹽醬醋 各樣的東西 它都是金屬的材料 然後裡面還有LED燈條 這個東西比較便宜 還有這個可以放到很多雜物的櫃 同樣有雪櫃 微波爐 焗爐 這邊都是一些儲物空間 廚房大致就是這樣的 然後另外就是兩邊房 這個單位同樣地 雖然我們之前的四個這麼誇張 但一樣是兩間房 客飯廳都是看著河境 我們剛剛看完廚房 中間可以放餐桌 如果大家真的需要一張大一點的餐桌 如果不用的話就會很大一個廳 這邊如果大家放一張L-shape的大沙發 基本上你就是在看著這個河境 這個就是向裡面 因為這個向東的 我們之前看過Wiffer Green 2的河境 就是向外面海口 這裡一直向裡面 就有東北的山景 以及機場前面很多的草地 所以看出去也很舒服 這裡前面就是Gilbert的橋 然後再過去旁邊 現在是一些好像矮層的東西 其實將來這裡是Future Park 會變成未來的公園 一直看過去都是山景 看到遠處的高樓 露台也很大 這邊有很大的空間 一路可以wrap around出去 給大家看看 這邊客廳出來 如果是BBQ 放沙發可以在這裡 然後一路wrap around 去到房間 都可以看出來都是露台的 出來因為有車路 聲音多一點 但在單位裡面 他們做的是比較高質量的雙層玻璃 所以在裡面就沒有聲音 然後看出去就是看河 還有我們走進來的步景也在這邊 這邊也可以看到另一間房間 好 先進來 說了是兩個睡房 我們先看看這邊的房間 這個就是主人房那邊 所以如果大家床頭向著這裡 這樣放的話 基本上就是看著河景和山景 它的闊度應該都足夠大家放 KING SIZ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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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放到床頭櫃 它的深度的話 我看應該都可以放到 一個窄窄的電視櫃 然後這邊進去的話 就是有兩邊做好衣櫃 它就不是Walk-in Closet 但是全部都是打開門 裡面有些通、架、櫃桶的 除了這邊之外 這邊也很好 看看大家這邊 全部都是一個櫃來的 只可以摺衣服 放很多東西 兩邊衣櫃 然後就是5-piece洗手間 Double Sink 然後中間有台面空間 有儲物空間 LED Medicine Cabinet 裡面可以放東西 後面這裡就是浴缸 加上一個旗缸 這個旗缸 是正常的 沒有特別闊 然後也是鋪了窄 Teliskin也是比較軟 所以整間房間 感覺上是比較光亮的 這個是master bedroom 對面 剛剛漏了說 洗手間也是有new heat 有暖地板 這個是second bedroom 這間房間 會看回露台 和向東 在這個角度 就不太能看到何景 如果在床頭這邊 反而是反過來 進房間的時候 在這個位置 就會看到何景 這邊有雙門衣櫃 可以有儲物空間 比較足 我們一路走出去 單位的話 這邊有冷氣位 這邊還有釘 這個釘 自己有衣櫃 比較深入 有通風 但是沒有窗 其實這個 最好不要用來做第三間房 始終沒有窗 但真的有客人來 都勉強可以放到單人床 但你用來儲物 或者是用來放 書房 就有很大的空間 然後這裏 就是second bathroom 剛剛另外的房間 會用來洗手間 它就是浴缸 加上這個可以拿來的花灑頭 它是金銅色的設計 很有趣 又不是太金 那些感覺 然後門口這邊 進來的 短短的走廊 這裏就是 side by side laundry 上面可以掛東西 也是mila的洗衣機乾衣機 這個單位的儲物空間 比較多 然後就是這裏 也是一樣 入門口之後的儲物空間 這是非買品 現在我們正在放租 剛剛就收鎖匙 剛剛今天才拍完照 我們補一段影片 現在ASKING 就是4,700元一個月 歡迎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和Carrie聯絡 可以安排你上來看樓 如果你真的還在香港 或者在其他地方未來的話 都可以遙距再看一次 Facetime 這個就是大堂位 門口這裡進來 進去那邊 入升降機位 這邊都有些設計 好像酒店大堂 有幾個高的樓底 然後有一個concierge 在這裡24個小時 那邊也有些sitting area 有一個fireplace 它沒有很close up 或關門 反而是一個很open area 因為你有flop才能進入 這個amenities area 它也有鋪了木地板 有這些木設計的設計 在分隔 然後機器聞到一種新的味道 這個很新 有不同的機器 有跑步機 有這些力量訓練等等 都挺漂亮 尤其是這邊看出去 它做了很大的落地玻璃 然後那些樹 今天又有風 整件事很澎湃 我們現在就看完泳池 率先慘患一下 其實它是未ready的 我看到有很多地方都還在做 這邊就是剛剛進來的位置 之後有個洗手area 然後有些可以放東西的locker 這裡有些sitting room 那它現在的泳池 就在finish 是的 那泳池景觀都挺好的 看出去是平台 然後有些噴水池 有些草 泳池都挺大的 這個area大一點 那裡小一點 很大的 室內 是的 室內泳池都挺大的 很棒 是的 有一個hot tub 有兩個 一個在這裡 那裡在那裡 對不對 其實我們說Holy Bridge 剛剛建好的三座就是這邊 這座是I 這座是H 後面還有一座 這三座是新的 當初建在這座的時候 大家會看到 現在整個組織已經完善了 前面的園藝做好 包括當初 這裡已經是第二期了 他們中間是隔了一個公園 當初第二期住在裡面的人 都還要看著這三座起 但其實現在大家搬進來Holy Bridge 的時候 你會發現附近已經沒有 construction 即不用再看著地盤 沙塵滾滾滾 而中間是隔著一個 剛剛落成的公園 大家互通 走來走去 或者走回去前面運動場 都會是一個已經整好的area 所以這也是Holy Bridge 其中一個特點 因為我們有時候很多樓花都會知道 他有下一期可能是哪個位 哪個位 未來會有機會面對 construction 這個項目 至今就沒有了 他看著前面的河景 或者隔壁的公園景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光華的地產經紀 等一下 太黑了 喔